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我的主题人物林渊林大哥他的家乡就在这里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一场很重要 黑熊森林影片的灵魂人物布农组猎人林渊源不幸已在105年6月病逝 因此纪录片播映前现场观众特别起立向老猎人摸爱致敬 家属也前来共同观赏 其实每次感觉都不一样 但是就是都会感觉爸爸好像没有离开 然后看着感觉就是很感动 然后也以爸爸为荣这样 黑熊森林是记录黑熊妈妈黄美秀与布农组猎人林渊源 在中央山脉布农组传统领域的大分地区 形访台湾黑熊的故事 我们布农组在中央山脉长期跟黑熊都在一起生活 那地盘几乎都是共存共生的领域 所以我们跟黑熊几乎都有一个互相尊重 所以我们布农组就制作了一个叫做禁忌 绝对不可以刻意的捕捉或者射杀这个黑熊 影片播映完毕 观众热烈掌声 现场猪人猪的感念林渊源 展现布农组猎人的精神 也见证到中央山脉传统组基地大分地区的美丽 接着保护基山 巴林卓西采访报道